大家好,我是今天给大家上国画课的美术老师岳老师 今天我们来画芭蕉和樱桃 现在我已经画好了一幅 芭蕉在国画里面是一个用的非常多的题材 大师们也都喜欢用它来表现情绪 非常棒的题材 今天我们用绿色来画 芭蕉其实用墨来画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在家的话你们可以尝试一下用墨来画 因为咱们今天真绿的孩子呢 就是相对来说咱们都是一位孩子嘛 所以我们来用绿色配上红红的樱桃 来,现在我们开始 今天用的颜色呢 花青,藤黄 薯红,墨 墨呢我们是基本上每一节课都要用的啊 因为我们的中国画呢也叫水墨画 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其他的颜色 不用带色的 但是呢墨我们是离不开的 来,我们开始画 先用大号的笔 蘸花青 调藤黄 调出你满意的绿颜色来 好了 现在我们想一下芭蕉的位置 大体上确定一下位置 开始 叶子是用侧风 一笔 又一笔 就是这样画啊 芭蕉呢 在南方北方都会有 但是呢在南方是比较普及的 它的叶子也非常漂亮 在古市里面呢 也有很多来形容芭蕉的 它是一片很大很大的叶子 所以画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它是一片叶子 好了 第一片画完了 我们紧接着再来第二片叶子 两片叶子之间呢 可以有一些颜色的差距 你看比如说刚才这个 我们比较偏绿一点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多加上一点点花青 让它偏蓝色一点 你看 比如说这样的非白呢 是很好看的啊 不要把每一个 每一片叶子 都用颜色来把它给 完全的给涂满了 来 现在呢 我们再来这边画一片 这边是远处的 所以颜色呢 可以淡一点 当然偏蓝色一点 偏绿色一点 都可以的啊 好嘞 现在呢 拿一只相对来说小一点的 小号的笔 我们来勾叶脉 先勾 中间这一个 勾叶脉的时候呢 你要顺着 这个 我们画的笔触的顺序 顺序来勾 不要逆着它勾 或者是太垂的勾它 好嘞 最后一片呢 叶子是比较靠厚的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画的相对来说淡一点 好了 现在呢 整体上构图感觉还是挺漂亮的 但是这个位置有点空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再补上一片 因为画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根据画面的这种构图呢 随时来做出一些调整 这边呢 可以 扭一片 好嘞 现在我们拿中号的毛笔 来 笔尖上呢 要沾上 属红 我们来画红红的樱桃 一笔 两笔 尽量的转它圆一点 中间留有这样的飞白呢 是很正常的 像是高光 也很漂亮 不用把它再给填上 一笔 两笔 一笔 两笔 这个地方可以补一下 那后面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画一个 一半的樱桃 樱桃呢 就是 散落在这下面 所以画的相对来说 随意一点就可以了 好嘞 现在呢 我们来这样樱桃就画完了 现在呢 我们来够樱桃的地方 defin 细 画写意画也是这样 整項有细 有细 有细 这样的话 樱桃 你看 它的位置都不太一样 这样的话 显得非常的有情趣 这样一幅完整的画就画完了 我们可以来装饰一下它 现在我的 现在我的盆子里正好有三清 我们可以来装饰一下 来装饰的时候很简单 只需要把你的笔垂直于画面 然后拿起另外一支笔来 用它的笔根部分 水不够多 好嘞 这样敲打 敲的时候不用敲得太快 鱼打芭蕉 可以让画面更丰富一点 这是一个常用的技巧 现在一副完整的芭蕉樱桃就画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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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